大家好,Tricia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據《信史報》報導 紐卡素準備以6,000萬歐元 向米連高域沙域報價 但拉數方面堅稱米連高域沙域是非賣品 報導稱 紐卡素對米連高域沙域好感興趣 管理層已準備開出報價 具體是6,000萬歐元 同時紐卡素 將為米連高域沙域提供1,200萬歐元的簽字費 以及1,000萬歐元年薪的合同 不過目前拉數方面 仍然是否認此事 管理層堅稱米連高域沙域是非賣品 但轉匯傳聞會引起大家的關注 並且會分散球員的注意力 而且米連高域沙域的合同將於2024年到期 如果雙方未能完成續約 一切都有可能發生 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